葡萄架上,垂下几串成熟的葡萄,被阿鸭看见了,馋得直流口水,她想尽了各种办法去够葡萄,但是白费劲。 阿鸭感到无望了,只好转身离开,她边走道边回过头来说,这些葡萄肯定是酸的,不好吃。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,无能为力,做不成事,却偏偏说时机还没有成熟,而成功是需要坚持的,只有坚持到底才能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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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